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哇 又是誰的 哇 這麼大點美金 最後滿滿的 你的 每個都你的 錢這麼多 我打開了 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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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謝謝 本局於今年1月間偵搬一起 新加坡飛往台灣搬機上 所發生的重大切刀案件 鎖定了一名陸籍的韓信犯賢 調查發現韓信犯賢習慣截夥行竊 藉由同伙接印轉移切得之財物 即使施封被帶也無法人贓俱貨 因此懷疑其背後 另有空中千鳥集團指揮操控 經過中岸小組越移之根堅 修正見實機成熟 立即於今年2月間進行跨境部署行動 於班機降落台灣後 一舉契捕能持續犯案之韓賢 及同伙消賢刀案 本案兩名陸籍犯賢刀案後 發現身上贓物包含了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的貨幣迪拉姆 印度盧比等數十國亞洲貨幣 他們見事蹟敗漏 坦承的是在大陸拜師學藝 師城四川省綽號禿子之男子 拜師需花費人民幣3萬元 其中韓欣犯賢還是退役的武警 自112年10月起 開始在亞洲各國領空職業 但都緊竊得零星的散操 沒想到剛出師就遭我國警方鎖定 全案近期 經桃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依刑法加重切到罪提起公訴 需由桃園地方法院羈押禁見中 本局將持續追棄幕後河南方之空中切到集團 本局在此呼籲旅客搭機時 需注意個人財務隨身攜帶 切勿把貴重物品放在機艙行李櫃 盡量放置於目視可及之處 本局亦將持續落實強化邊境犯罪偵查能量 以保障旅客身體財產安全 維護社會治安 使不法竊嫌無可乘之機 本局亦將持續追棄